欢迎收看爱美丽学行 大家好 老师好 有很多很多的女孩子 都是代嫁女儿心 觉得呢 就是人生最大的愿望 就是把自己嫁出去 如果你没有经历这一场之后呢 你就觉得说 这是一种缺陷缺憾 好 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 好好的给它完成 没错 那完成这件事情之前 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 我觉得拜见父母 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其实我跟你说 这真的是属于 忍者见人 智者禁忌 怎么说 我是超能够搞那些 老头老太太开心的人 真的 对 我觉得其实 就是用那种 那要跟你好好绝心 我跟你讲 首先来讲的叫 理多人不怪 就是你一定会买一大堆苹果 或者什么什么什么 那种人生 雕皮 没有啊 都 我觉得还好了 比如说如果 还是从一进门 你还没进门就开始喝 我没有那么麻烦 我觉得关键是什么 就是说 如果是在父亲节 或母亲节的前夕的时候呢 你像比如说 我就给我们家那个该死 他妈 他爸 买的 什么想 浴卓呀 什么想金链子呀 都买 这样的话人家就会 就会 不管是 你之前没有见面 就会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象 然后见面的时候呢 老师 那我还没嫁进去 我也不确定他到底会不会取我 或者他家人会不会接受我 那我不是之后很亏 这样的话呢 像金光档一样拿完之后就散人了 因为我这个就是属于这个 肉包的打狗 对啊 那也是收不回来了 但是现在也就是到你那一趟就要改变了 从他的钱 然后你拿钱给他爸 他家人好 然后呢 但是我们要去见父母啊 我觉得就是说 老师 你一定要给我们大家女生一个很好的建议 就是 其实我觉得 有时候我们外表并不是这么开放 没错 但是我们这样穿稍微小一点点 然后父母就会有很多的偏见 当然我觉得就是穿得一定要得体 然后呢 那个颜色一定是非常让人家觉得说很舒服 其次呢 我就觉得说 一定要有一些仪态仪表的部分 就仪态的部分 都要做得很到位了 好 这样子 我们今天来玩一个游戏 怎样 你想扮演公公还是婆婆这个角色 那我当然要演婆婆 好 那我就演公公 帅气的那种 好 公公 请我们要来见我们的准席 现在来欢迎我们第一个 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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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呢我现在是准新娘 马上就要去见我的公公婆婆了 所以我特地选了一套 就是 这位姐姐 从一出来我就觉得你错了 是啊 是啊 你一出来既然已经见到婆婆公公 还在那边说 我今天要去见我的公公婆 就直接开始演下去了 哎呀 婆婆你好 婆婆你好 你怎么吃出幸福呢 然后 老师刚刚有讲到 不只是服事 还有仪态 谈吐都很重要 我们俩是 你怎么吃出幸福呢